慈激之工陪伴打造幸福家园的还有四川地震的灾民 目前慈激之工持续在四川进行援建 并将在落水以及汉旺搭建活动中心 目前汉旺活动中心主体钢梁大致完成 但是地震过后许多重型机具短缺 慈激之工目前正在合力克服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 给当地的乡亲一个舒适完善的活动环境 工人们忙着搭建钢梁 慈激在四川汉旺搭建活动中心的进度一刻不得闲 但地震后四川这类的大型机具老旧短缺 让志工们常常得绞尽脑汁克服困难 吊车有时候就是不能够按着时间进来 因为在这个灾区好像那个重型机器 真正好的也不多 经常就是会罢工 做一个早上下午就没办法做了 慈激所筹建的广汉活动中心 主钢购已经搭建完成 目前正在进行次钢的搭建 当地的民众对这个活动中心 保持着高度的期待 干活动中心对我们这儿 把上的肯定有点好处 因为大家都可以在这儿娱乐 从地震到现在 你看在这儿做几个月饭 这上面没有一份钱 这样子现在你看在这儿 搞个活动中心 这些什么都比较可以 高兴真的还可以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 就是友好一种 就是比较关心我们的物质生活 附近住在板房屋里的乡亲们 都期待着活动中心早日落成启用 慈激志工也加紧脚步 月底就能将所有钢梁搭建完成 期望把活动中心做得牢靠坚固 让居民能有安身安心的好地方 慈激正在团照百巡王朝中 四川报道